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今年迈向第七年制作 想先预告一下,第七季的访问内容将锁定专业人士的各种各样的管理心得 领导管理,人才管理等等的 全新的领域希望让听众除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听完了以后也觉得在时间和你的人生管理上面有所收获 而这一集也是第六季的最后一集 我们也来为第七季的管理主题暖身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广告界的传奇女王庄淑芬 Shannon 纵横广告界超过30年 她曾担任过澳美大中华区的CEO 台湾澳美共同创办人 也曾被评选为全球百位女性高阶管理楷模 CNN Leading Women 被美国富比斯杂志评选为 2013年亚洲5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2020年底 庄淑芬离开工作长达35年的澳美集团 2021年创业 创立了共享联盟 目前担任院警长一职 我跟Shannon第一次见面是我们在2018年 制作一个探讨女性专业人士 面对失败低潮和挫折的影音节目 安安你好吗 我跟着制作团队其他家 听主持人洪婉茜访问她 而这一次呢 则是我自己上场 问她关于各种管理的心法和经验 另外我们也询问了 从小主管 中阶主管到高阶经理人 她自己的管理作罢有什么不一样 你知道在她的工作经验当中 有哪些书观念或是人 对她的影响特别深刻吗 另外近年许多人喜欢讨论的工作生活平衡 这件事情她是怎么看待的 还有我一直对于需要管理 面谈很多人的主管都很好奇同一件事情 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越来越会看人吗 最后一样呼吁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马六陪你喝一杯 你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 给我们五星评价留言 还有推爆她 也可以在脸书IG留言和分享 你们每一个人的鼓励 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节目 最棒的动力 让我们再来欢迎庄淑芬 你以前在做时间管理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意的事情 或特别的方法 因为大家一定约你的会议啊 什么的一定超级忙的 我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有什么方法 其实没有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但是就说 我是属于early那种morning animal 就成型人 成型人 对对 人家有夜型人 我是成型人 所以我是早睡早起的 所以通常起来之后 我先运动 第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把生活规律化 然后就偶尔 就是我常常讲说 偶尔就可以脱轨 偶尔可以放纵一下 放纵对吧 或放肆一下 然后再回来那个长轨上面 所以大部分就是我的生活 一般来讲还蛮规律的 那第一件事情大概就运动 运动完 然后就看那个行程 吃早餐 对不起 对我讲吃早餐很重要 早餐吃完 上班 对吧 那上班就看会议了 有时候就是那个会议很早 那我就会很早去公司 或者是说像今天早上就是开晚会 然后我中午通常不太出去吃饭 就是我都会中午的时间去处理一些 比较需要安静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样子 比方说写演讲稿啊 来访问啊 接受马利欧访问 看一下那个访纲啊 然后准备一下 就会利用中午的时间 大家都会去出去吃饭 那我通常从以前我就自己 比较中午 我就觉得是我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 就是常常在要跟人家开会 对 但你真正安静的时候 一个人时间大概就中午 所以我中午除非是有事情要跟人家谈 或者是说突然间觉得说 或者是跟客户啊 或者有事情 不然我大部分中午的时间 大概都在自己的办公室 对对 我把它当成说 这是我的personal的一个时间 对 然后就是下午的工作 下午工作 那下午就看那个schedule怎么排 对 那如果没有会议的话 那我大概就会 假设比方说最近演讲比较多 我就会准备演讲稿啊 或者说大家帮我准备的东西 我怎么样去看 嗯 然后给我一些意见 或者是说 我就会去看一些资讯啊 对不对 那现在反正网路这个 我也订一些那个国外的这些news啊 是 或者是商业的讯息 对 那我就看邮件 对 对 所以 所以week day 大部分都以工作为主了 嗯 白天 白天 对 但是你安排这些行程 基本上就是 嗯 你会你会怎么样主动去安排这些行程呢 就是 因为当然会议很多 我相信一定是的 很多人想要拜访 肯定要拜访人家 但这种就是不得不可能见面啊 这些事情 是 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全部站满的话 其实 应该也不至于 嗯 像我就不会 从以前到现在啊 我就比较 除非不得已 对 我比较不会有 接二连三 好像把自己搞得很重要 你这每个会你都要参加 联在一起 嗯 我比较不会这样 有些会我觉得我 我虽然被通知了 嗯 但我通常会问一下 对 非我不可或什么 那如果他们说啊 你可以optional 我通常就不去了 是 对不对 那那因为我觉得这些 我不喜欢花太多时间 坐在那边开会 一来就说 我不见得有贡献 对 二来就说 对身体也不好啊 久坐 对 对啊 所以就说 我通常在那种 非我主持的会议 啊 那尤其 过去在大集团的时候 就说 我不需要参加的 我大概就不会参加 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讲说 现在你一定要来 对 因为我们需要你做一些决定 啊 那我就一定会去 对对 所以比较是开会就会有一点 当然有些是我主 你要求的 但是要管理会议 对 或者是说 我有时候啊 比方说像现在 我还是一直保持 虽然公司还小 他说每个礼拜二 我会有一个business review 跟业务的人员 对 不管我们多大 我去年就开始了 所以每个礼拜都会review一下 客户的进度 对 新生意 啊 人员的事情相关 对 然后其他就是 比较supply on demand 如果他们需要我参加什么 我就参加 我比较没有那么 像早期自己当经理人 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管控 好像要管控一切嘛 对 我现在比较 嗯 casual一点 就是说 比较放松一点 觉得有些事情他们做 对 就ok了 不一定你都要参与 对 那有一些 比方说 新生意开发 我到现在 就新客户的那个 啊 如果是以我为主的 我还是都会参与 ok 当然就是说 从早期像你刚刚提到的 比较小主管 中阶主管 好高阶主管 你觉得你自己在 管理上面 有什么 呃 心法 或者是一些变化 是可以分享的呢 一定有变化 不然你就做不了 往上升嘛 对 那小主管的时候 通常就是你可能带个 比方说 第一 我第一次当主管 带个四 四五个人吧 ok 好 四五个人 所以你focus就在这四五个人 然后就是会 因为他们很多人是新人嘛 嗯 所以我就会要求蛮严格的 他们到现在跟我联系的人 都记得说我当时 还会跟你联系不错啊 对对对 我带过的AE到现在都跟我联系的 对对 业务人员 或者或者比方说澳美一起工作过的人 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我一个小小的成就 很欣慰就这样 那我他们就常常跟我讲说 他印象最深 就每天早上来 就会看到 先生有个checklist 嗯 你今天要干嘛干嘛干嘛 我说我有这样子吗 你写给他们的 我写给他们的 ok 就是我可能是前天晚上 他们都离开了以后 我就留下来说 你明天要处理这个处理 那当然都跟客户有关 对 我说我只管你们的公事 我不管你们的私事 你们要交多少女朋友跟我没关系 我刚好那时候带的都是男性的AE 对 ok 所以还小团队 你就针对这些人 还有包括自己怎么带他们 然后到了中阶的时候 你就开始因为有部门主管 各方面 你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跟部门跟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或者竞争的关系 对吧 嗯 那到了总经理或者是说这种公司的头 你当然就是全公司了 所以你在用人上面啊 或者说包容人的那个多样性啊 多元性就越来越宽嘛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用人就是有一些风险 像像我有个老板 以前那个跟也是创办台湾澳美的共同创办人 叫宋志明先生 他的用人的尺度就宽到不行 尺度 尺度是 这个人好像不太 很适合 对 或者说不是我们现在要的 对 没关系 试试看 对 所以他那个宽度是我见过最宽的 对 那我呢 跟他比起来任何东西比较窄 我当然是当时就相对的窄 所以他们两个 他们当时的澳美的人就会说 我们两个是互补 因为他看人跟我看人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我也从他身上学习 就是说其实这样子公司的多元性 就是说人才的多元性 有时候你不一定都看对 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其他的方面的表现 其实是很优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互相学习 对 你有没有觉得在管理这方面来讲 你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对于一个新手管理者来讲 他可能很容易忽略掉 或是他可以发挥最大的杠杆效果 但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容易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你说刚刚开始担任经理人的时候 对新手或者是中介绍 我自己啦 我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 跟我观察我下面的部署 开始带人的一个看法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 你最好能够列出你的游戏规则 OK 比方说像我 就当时我带那四五位吧 优优人员的时候都是男生 我就告诉他们 我在意的是什么 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这些是我那个基本的基本功 这是你们要做的 但是我优先次序是什么 但我不在意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就不是特别在意说 他们是不是吃到早退 我说但是你们要 如果客户相关 你们要准时 对吧 然后不要开天窗 那如果你有事需要先走 或者是有 你就告诉我一声 然后你把工作交代清楚 所以我自己觉得对新手就是说 你一样就是说 可以采取我的方法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不用猜测你在想什么 因为我觉得部署 如果一直要猜测 我的老板在想什么 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他也比较不容易有归属感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做老板的 不管你带一个人 其实你都是领导人 都是管理者 最好言行一致 或者是说你要以身作者 你如果做不到的 你就不要要求下面的人 对吧 比方说 我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但是你自己都做不到 那我觉得你最好就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提出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讲同理心嘛 对不对 其实因为部署也是人啦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主管也是人 那我们怎么样 有时候你将心比心 就是说啊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他除了工还有师嘛 所以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到公司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师的部分是怎么样 所以他不可能每一天都好像状况很好 对 舒服或者他可能家里突然间有事情 那我觉得可能要设身处地 那你要关心他 当然我们不一定 我常常讲说 你可以关心 但是你不用参与 对吧 因为那是他的私生活 我觉得新手大概这几点 把握清楚 就应该就还好 然后就边做边改 因为管理这条路 太多学问了 那在你慢慢往上升之后 你开始聘用的 当然可能已经不是第一线的基层人员 那你开始在聘用这些 不管是中阶或者是高阶主管的时候 你会看中什么样的特质或能力呢 就经理人的特质 其实特质这个东西也蛮宽的啦 那我自己是会把它分成说 一种叫hard skills 那种硬知识的 一种是soft skills 就你那个比较软的东西 那通常这些都跟culture有关 或者是说跟你的行为啊 领导 那这种hard skills就是说 你要达标啊 开发业务的能力 那我自己觉得说 通常主管在这个hard skills上面 大概问题不大 不然他就不会做到那个位置 那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 大概都是soft skills 就你代理人 或者说他跟他是不是跟同事 那个他的部署相处 或者说他部署是不是信任他 或者是说部署有些问题的时候 敢不敢去跟他沟通 或者他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 那主管是不是会倾听 我觉得我看中的会是在这个soft skills上面 因为hard skills 现在的公司大概都会给你很多training 那soft skills 我们早期是会花很多时间 比方说主管怎么倾听 对吧 这个是个学问 对吧 我们以前常常会请不同的大师来告诉我们 怎么训练大家的这种放下判断 然后去听 听另一个人的一个方式 那个意见 然后尤其是部署 那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就是说这一方面 我觉得soft skills 比较是一直我到现在 我觉得在soft skills上面 还是可以有很更好的一个精进吧 对吧 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 因为我在想说你一开始当小主管的时候 就你刚刚讲的带四五个人的时候 我总想象大家第一次的时候 都是很在意那个hard skills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达标啊 no close deal啊 这种东西 但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到说 那个soft skills这件事情是一个 又也需要很主动去学习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可能跟个性有关系吧 那我自己 我看起来好像当时他们都会觉得我很tough 对不对 就是会要求很多很严格 但是他们知道我是会关心他们 那这个关心呢 我觉得是一个attitude吧 对一个态度 然后就说他会觉得说你 比方说我要求他们 但是我可能不会在客户面前 或者在其他人面前让他很难看 对吧 或者说在客户面前 虽然他讲错了 或者是说我觉得他没有做好 可是我大概会帮他去 把这个东西cover掉 那我觉得部署都很聪明嘛 对吧 至少啦 至少你带的人 对啦 或者广告界这些人 你不聪明 但很难在这个行业活下去 就他们大概会感受到 就说原来他虽然对我这么严格 可是他有体贴的一部分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刚柔病激的话 在小竹馆的时候 刚比柔大 对 但是不是没有 对 不然他们现在也不会跟我 联络 我此联络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女生 男生也是 对 我也看过男生 其实柔比刚厉害的 对 所以互相学习 我看书里面 还有包含你过去的一些采访当中 你比较多提到说 因为你刚进澳美的时候 是一个很主动积极 然后到处 进广告界的时候 对 进广告界的时候 就开始学很多 对 你很愿意也很乐意 对对 我很鸡婆啦 对 去参与一些 可能跟你本来没有 很鸡婆 关系的事情 对对对 那 小A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 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怎么看那时候的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说 幸好我是这样的个性啊 因为 那时候 你刚进一个 我进广告界 其实还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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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的 对 反正就是进去了 进去以后是从一个国外部的助理嘛 那当时 他们要找的人 其实觉得 他们觉得我overqualify 我觉得你要overqualify 对 我说为什么 他们就说 哎呀 那个工作 大概你那个弄一弄几个小时就好了 三分力就可以 对 没有到三分力 不到三分力 对啦 几个小时就好 那我就说没关系 我说那我可以 我说我对广告很有兴趣 那我希望说 那我多余的时间 我可以帮助 嗯 不能讲帮助啦 我说我可以去学习 其他部门 那那个老板也 我的那个主管蛮好的 他刚好也是东海 我的学长 对 然后他就说好啊 先生你如果有空 然后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你就到处去 所以我就到处 刚好那个 那个广告公司也比较open吧 嗯 然后很多男生嘛 那看到一个小女生 然后坐在乖巧 我很没有很乖巧 人家坐在一边 然后在讨论事情 我会举手 然后我又会 表达意见 我会问问题 然后有时候 他们在想 什么slogan 我也会这样举手 然后就 就不自量力 就说啊 怎么怎么 我真的 后来有一次还真的这样 他们用了我的 我记得是黑松 他们用了我一句slogan 对 那我就觉得 好有成就感 然后或者是说 他们要去找 创业部门 创业老板 创业总监 他要找模特 我常常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 他要去那个 美国学校找 因为那时候 我们坐机车 他就说要做 找一些外国的模特 嗯 然后他就说 哎 现在你英文比较好 你陪我去 那我们就到 美国学校去站纲 那我那时候 脸皮也够厚啊 然后他反而 因为总监嘛 好像 他脸皮没那么厚吧 然后英文表达 所以我就每次 在那边递名片 然后看到 他就说 哎 这个不错 好 我就过去了 搭讪就对 我就打算 那因为我女生嘛 所以人家也没有 比较不会放心嘛 对 然后看到以后 然后觉得他不错 我就跟人家 我也忘记了怎么扯 反正就英文互扯乱扯 然后呢 他就说 他有兴趣 但是他需要 他parents 同意 同意 那我就说 没关系 我去 我去你们家 然后去跟 跟你妈妈说明 那他们大部分 都住亚明山 嗯 对 所以我的创业总监 就说 好 现在我们去 我去到那边 我就跟他们解释 然后就找了好 就是把每一个模特 都搞定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觉得 哎 那个那个业务部 有国外部吧 国外部有个小女生 年轻 就是年轻女生 也不是很小的 就年轻女生 很能干 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这个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 我觉得我能碰到的去 然后公司做 做节目 因为我当时想当记者 跟你一样 就想去访问人 然后呢 我就公司刚好在 记得台式吧 做了一个电视节目 跟时尚有关系的 那我就说 哎 我对电视也很有兴趣 我就问老板说 哎 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啊 后来刚好就看到 那个报纸在 有一个报纸在找 part time的 那个娱乐版的 那个写手 写手 OK 管他的 我就写去 反正说 我就这个也没损失 那么就自己把履历集去 我也不知道我文笔怎么样 反正就 他可能寄一些 pieces给他看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胡扯瞎扯 反正就写一些给他 哎 这个总编辑 当时还蛮有名的 他就说 就叫我去 这是新生报 很久了 然后呢 他见了我 然后他就说 我愿意给你试试看 然后大概 我忘了试 多久一次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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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in还蛮大的 那我就利用去 台视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 公司有节目要录嘛 所以我就 那个叫凹 现在 那个 讲法叫凹了一个 那个什么 初入证 以前电视台 初入证很麻烦的 对 然后就 拿了那个初入证 我每次他们录影 我就跟着去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些 大明星 我就递上去 后来我认识小燕姐 我还跟她讲过 还有一些 这些大的明星 我就递上去 然后我就说 马上跟人家约时间 然后就再去访问 对 我就这样写了 我记得我写了 好像两三年 对 报纸堆得好高 后来 那时候没有数位化 对 可是我就用这个方法去 做了很多斜杠的事情 对 我是共享联盟院警长 庄淑芬 Shenon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那做这些事情之后 你觉得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 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对于你 你说帮助也好 或者说你从这中间得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说让我知道说 这个我们说做节目好了 当时的有些品牌 它是会用节目的方法 其实就现在讲的制入 对不对 节目的方法 我那时候就因为这些经验 后来有一个客户 要做一个电视节目 他是等于是没有那么制入 但是他就想sponsor一个节目 原创的节目 对 那我因为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就会去 我记得有导播吧 我就去跟导播 跟制作人 然后就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对 所以像这种啊 我自己觉得 其实就是让我知道说 其实我们早就在夸誉了 你知道吗 就不是说啊 广告只是广告 你有时候跟影视啊 或者文化啊 这些东西都 都是结合的 那些经验对我蛮好的 那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说 公司就 大老板就听到说 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助理 还蛮急迫的 什么都做 什么都敢做 后来公司刚好来了一个很大的 虽然international的brand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不用比稿 我们就是要有个团队来做 那里面帮我们找适合的业务人员 结果我这个大老板就觉得 哎呀 这个庄储分最适合 就把我叫去 就说他一直听说 我很想做业务人员 那他们从来没有过女性的AE 现在叫AE 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 当时对他们来讲说 用女孩子当业务 其实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他就说 因为看了我做了那些事情 所以他觉得说 这个看来了 就让你负责 那你的英文也不错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 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失望 然后就把我介绍给客户 对 我把那个案子做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在广告界就让小有名气 是从那个案子开始 OK 那就是开始接触了这些 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嘛 进澳美之后有一个机会 你就外派去伦敦了嘛 我要求的啦 不是机会 是我要求的 但是你是怎么样提 或者说你怎么知道 我应该这样子 我就是在澳美了 大概 因为我一直 一直在国内念书嘛 对 我就当时的那个家里的环境 所以我同学都出国了 我就一直没有出国 然后也想去国外念书 但是一直就说 这个机会 反正就是被我耽误了 后来那个 进了澳美之后 我就知道那个 你这种international network 在早期啦 现在我不敢说 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机会 你可以争取 我就是要到不同的市场去试试看 或者去观察或考察 那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比较资深的嘛 所以我告诉他们就是 那我去考察 我去想去经验一个不同的 大一点的市场 所以最早就是那个人顿嘛 那我后来他们说好 他们听到了 我是主动举手的 后来他们就传达给那个 亚太区的老板就传达给国 international总部 后来他们发现说 那个伦敦 可以有这个机会 因为伦敦office有开放一些 给这些international的这些stuff 所以我就去了 不过我去的时机不好 因为那时候在大萧条吧 景气不好 所以他们正在裁员 OK 所以我马上看到 那个好像昨天跟我讲话的人 然后第二天就拿着 没有他们就拿着纸箱就走了 我吓坏了 我想说哇 怎么这个文化是西方的文化是这样子 不过那是因为大萧条 所以那一次的经验 就是我在那边没有待一年 大概十一个月吧 然后觉得可以了 我就回台湾了 嗯 那你觉得那个经验 对你来说的影响 其实那个经验对我 倒是 就是看到不同的文化 最大的经验就是 我看他们都不怕老板 OK 跟你听起来你之前就不太怕 我之前就不太怕 我一直 我跟我的同辈差很多 包括现在那个后辈也一样 就说我说 我从来就不怕 不怕老板 管他是羊的或土的 我都不太怕 对 那去伦敦那一次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 我没有太大的贡献 因为因为第一个不同的文化 其实广告跟文化有很大关系 还有语言 对不对 可能我那时候的英文也没有 那么在地这样子 对不够在地 还有就时间也短 然后又加上他们不景气 所以我只能感受到 说我喜欢伦敦这个生活环境 跟他的文化气息 因为他人文气息很强 还有就是说公司的一些氛围 然后我参加过几次公司的聚会 我就发现我第一个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就说 他们都不怕老板 老板坐哪里 旁边人就赶快坐下去 不像台湾 对不对 我们现在那个 我就说常常 我们反正就是猛兽一样 你坐在哪里 那边就空的 而且都要特别安排 亚洲也是 我在大陆的时候也是 但老板来的时候 旁边一定要帮他安排 不然他 没有人想要坐在旁边 要讲英文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去大陆的这次机会 也是我 你自己争取的 对 但是也等了两年 因为他们说 台湾还是很重要 对 然后我要 make sure台湾有一个 可以接 继任的人 所以我在台湾就等了两年 对 我才去中国大陆 我觉得继任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一开始 我们在 想要在职场上往上升的时候 你想都是我要怎么样往 更高层 更高层 就很正常吧 上班族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说 你后面的人 你要怎么去 确保说 这个部门的下一步 是有人可以接 或者说 像后来你已经是 台湾区 甚至中国区的 亚太区的一个负责人的时候 那但是 我没有到亚太区 但就是怎么样 大中华区 大中华区 你怎么样去培养 接班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跨国公司 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传统 通常你写那个年度计划 他大概有一篮都会说 你有没有继任的人 人选 就可以接班 不会只是一个人 就是说你可以写出candidates 那这个候选人 当然就很机密 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选这几个 大概不会只一个 就大概至少 不要超过三个 那为什么这三个人 可qualify 你要写一些理由 那如果你写不到三个 也没关系 或者你觉得现在 没有一个合适的 你也可以只写 对吧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跨国公司 比较会有计划的 去做这个succession plan 对 那本地的公司 我就不太确定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practice 因为这个很敏感 对 那有些 有些公司就会把这个succession 这个事情对外公开嘛 就是我同时 好像同时两个在竞赛 对不对 比方说你看到那个call 前面放的call call md call ceo 这个都是 有竞争关系 就是有观察嘛 对 那总是有一个 后来会变成真正的ceo 对 或者是说 他可能一个ceo 一个总经理 就会有一点不同 对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是 花了两年时间 才培养出 你的继任者 其实我不能讲说 是培养出 我就是说 我第一年是 当然我提出来嘛 他们就说好 他们收到message 他们会看 是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那时候当然讲 讲清楚 就是我想去大陆的市场 那第二年就说 那我建议是谁 接手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他们通过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 生了两个人 一个是 一个是董事长 一个总经理 那我在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那后来觉得 公司也大了 就需要两个人 所以就有两个人 我就make sure 他们上任之后 其实你也不能干嘛 对不对 因为人家要接手了 除非他们问我意见 不然通常你就是 陪伴吧 陪伴他们第一年 然后后来我就离开 就去了北京 你觉得在这个管 就是比如说台湾 当然是有越来越大 然后到了北京之后 也是从不大 然后变成非常的大 对 那你像 你觉得管小团队 到你像那时候 是一个三千人左右的一个 整个中国 有一段时间 那怎么管呢 就是你那时候的管理方式 的调整是什么呢 其实你在 比方说在台湾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离开的时候 大概四百多个人 到北京那时候 北京也 没有 我离开台湾的时候 应该有五百多个人 台湾澳美 对台湾澳美 然后到北京的时候 大概四百多个人 然后那个台湾澳美 刚好搬了办公室 北京 我去的时候 还是在一个地毯工厂 我每次讲这个话 我就是赶快纠正一下 地毯工厂 不是你想象中 那个纽约的地毯工厂 这个是北京 那个小巷子 很破的巷子的地毯工厂 然后我去的时候 刚好有人到台湾来 是我们IBM的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我记得他是印度人吧 他来台湾参观以后 他回去跟我讲 说现在 You are demoted 我说why 他说因为我昨天去 我昨天从台湾回来 你们那个办公室好漂亮 你看你现在在的环境 我心里在想了 说你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把大家搬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个assignment 就是这样 所以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我的基本的价值观 比方说我对管理 对领导的看法 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说你到了一个大市场 大的环境的时候 领导团队很重要 所以我比较看重的是 我那时候就是 应该怎样 我把它分三层 一个就是上面的这些 senior的这些leader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矩阵的 所以下面还有不同的子公司 那我就是这些leader 我怎么样把他call起来 圈起来 对不对 然后让他们能够互动 跟我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对他们 这些我的 等于是我的direct report 对 那他们中阶还有一大层 那中阶一大层就是 未来的领导者 或未来的管理人 对 那我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互动 因为当时我很重要一个任务 就是让大家能够整合 因为跨公司蛮多的 那你怎么样整合 然后其实对客户有帮助 对公司有帮助 对业务有帮助 所以我就是在中间这一层 我怎么样让这个leadership 这个team是连结的 然后再来就新生 因为我不太可能 直接对 一个人对那么多人 下面就是有一些 所谓的那个未来之星 未来的明星 那个potential的star 那我怎么样把他们align起来 我大概就推了一个 比较三个tears的这种平台 沟通平台 对 那第一个平台 当然就是我直接管理的 所以就是大概 应该是两个月一次吧 我有些管理会议 OK 对 然后平常就是大家会 我大概会一对一沟通 跟这种group的沟通 那中间这个就是 我们刚好有那个 叫做员工满意度调查 那这个都匿名的 但是你每个办公室可以 每年都有个report 对 结果 那结果就有 你要改善的缺点问题 我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工具 就说那我们来挑出 大家来形成共识 集团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有哪些action 就是大家同意 公约数最大的 我们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把这个中阶的人 让他们也觉得有归属感 就我的意见被共识听到了 因为他们就是 直接在管理那么多 那个年轻人或部署的 然后心心的就是 我让他知道说 公司很看重他 但是这个部分 就没有办法使力太多了 对 所以重点是在 第一层跟第二层 对 像你刚刚提到 包含了后来一个 很大的集团的时候 就要带领一个 比较大的集团的时候 不同的 现在已经不同 不是不同部门 不同公司之间 可能他都会有一些 比较容易可能有些 本位主义 或者是利益的问题 那你要怎么样确保 或者说怎么样去让这些 影响没有那么 我觉得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怎么样让那影响 没有那么巨大 然后大家是整个集团 可以还是一样可以整合 可以合作 可以发展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 就是集团的愿景 可能有关系 那当然 以澳美来讲 就是澳美有一个 全球的愿景 所以这个vision 是有点像 种植的头 把大家绑在一起 对我来讲 我就是会 有一些整合的KPI 比方说我会要求 就是我们可能在 因为我们 这种集团好处 就是说 它可以 更多元性 对不对 因为有些客户 不是所有的服务 他都需要 对 有些客户是 所有的服务 大家需要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去培养成 我们叫360度 或者就是一个 一个更完整的 一个客户的 服务范畴 所以就是 只要大家列出 哪些客户 就大部分以客户为主 来做整合 OK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资源 对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 是比较中央集权的 HR 对吧 行政 财务 对 或者是 就是比较backoffice的 这些东西 可能都是 比较中央集权 就不是 不是归属于 在每个公司 但是就是 他们这些部门 还是有专门 专责去负责人 所以这边是可以 可以统合的 所以他们可以 服务整个集团 所以我们不会说 这个公司 有同样的部门 然后 有五家公司 都有同样的部门 对 就backoffice上面 你就可以做整合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客户的整合 对 然后当然就是 像这种 大的集团 职公司 你不需要 为整合 整合 我常常觉得说 该整合的整合 不该整合的 不用整合 因为你会 扼杀它的活力 对不对 因为它保有 它的特性 因为每个 我们这种 communication 的这个skill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定要 变成一个uniform 就是大家都穿 同样的制服 不需要 我们只是要 保持有一个 水平跟垂直的关系 所以像这一些 当然你不可能在 第一天当主管的时候 就了解这些事情 所以 其实我在台湾 在做集团的时候 我应该是亚太区 第一个负责整合的 他们那时候叫集团总经理 OK OK 后来我家老板 那个亚太的老板 就跟我说 其实台湾是第一个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就是我 OK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有什么guide line 我就想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 既然在这个 同样的一个集团里面 我们怎么样 合作蛮重要的吧 同心协力 这四个字 对不对 虽然是成语 但其实是 有些东西是可以 在一起 有些东西是可以 保持 独特性 独特性 对 所以我自己 算自己发明出来 后来他们觉得 台湾这个叫360 我们那时候叫360的集团 这个思维是 后来就copy到 每一个地方 所以亚太地区 是第一个做这些事情 他叫group managing director 对 我们之前的小单元 都是问来宾 喝酒的故事 OK 对 但是最近 他们跟我讲说 这个小单元 他们想换一下 OK 他们说换成说 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 放松或是抒压的方式 是什么 放松抒压 我都泡澡 泡澡 对 我大概都泡澡 还有看剧 我其实晚上 大概都会让脑袋放空 我就是会看 我看Netflix吧 或Catchplay 看剧有什么特别的方向吗 就是类型 我通常会看 其实喜欢看侦探片 警匪片 对不对 基本上就晚上看剧的时候 比较不希望太伤脑筋 那如果说一些比较正式的电影 我大概就会 weekend的时候看 然后比较严肃探讨的议题 平常weekday 我大概放松的方法 就是 第一个是泡澡 泡澡完 看剧 因为我知道 上次有在你家 看到很多那个 侦探推理小说 对对对 现在还是 现在小说比较 现在这些侦探小说 因为我看太多了 所以就有一点放在那边 现在在 我喜欢看自传 看了不少自传 OK 我刚刚想要了解 是说 这一些事情是 你有什么 比如说你在 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学习方法 或者说你会用什么方式去 让自己更精进 除了就是工作上 每天的工作之外 对 其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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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蛮好奇 我蛮求 我求知抑郁是很旺盛的 所以那时候 我不管什么样的职务的时候 我看 看专业的书也看不少 那当然非专业书也看 我喜欢阅读 对对吧 那记得 当时是 IMC这个term 比较早了 90年代吧 刚刚出来 其实我就看过那些国外的书 那我们那时候 有几个业界的朋友 大家就爱看书的 都是copy 省钱嘛 把那个书就copy好几本 然后每个人 自己读 然后 那时候说要读书会吧 他们都没看完 只有我看完 对 然后我看书也快 是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我从 资讯跟知识上面 还吸收的 还蛮多的 所以这一方面 然后我也看很多领导官的书 在8090年代 OK 可能比现在这些领导人 对不对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领导人 大家都看阅读很多这些书啦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也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澳美很多精彩的 至少我在的那些时间 你会碰到很多国外 这些 每次人家来台湾 我就要求他们要 为台湾的同事上课 对 我说没关系 你就算 我记得创意总监吧 他来 每次来都是为了 我们一个大客户来 我说没关系 你不用特别准备 你只要把你的作品 或者公司 那个你们办公室的 那个show reel 我们叫show reel 就是那个创意作品 带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show reel 这个为什么这个片子是这样 他定位是 我说这样就够了 对 那如果说我知道他们 早一点会 就是早一点知道他们未来 我就会希望说 给他一个topic 反正他们就来嘛 对不对 来也是公司的财嘛 而且他们来这也能够分享 其实我觉得老外都很 应该怎么讲 喜欢 喜欢跟人家 教学的 然后喜欢 分享 喜欢 帮助大家成长 那时候的这些资深的 资深的人 所以蛮好的 我们早年常常干这种事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像你刚刚讲的说 大量阅读啊 这些 有没有什么书或是概念 特别有影响到你的呢 书的话 我以前广告的书看了不少 比如说有讲IMC 或者是说讲品牌 当时有几个很大师吧 他的书我大家都看 而且以前看的时候都看原文嘛 因为比较少翻译 对吧 然后如果你说领导管理的话 那当然David 我也翻过澳美那个创办人的书 或者是其他的人的书 所以那个在领导管理上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David Ogby讲的那句话 就那个Russian Door 就是那个书 俄罗斯娃娃 他套娃嘛 对不对 就你一打开 就每一个娃娃 一打开越来越小 对不对 那也可以 你看你怎么看 就是说如果 他说说如果你公司 用比你强大的人 你这个公司就变成一个巨人公司 那如果你反方向 你用的人都比你弱 你将来就诸如公司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OK 这是David Ogby 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看当时也看很多 Jean Collins 就是应该今年有来过台湾 还是去年 今年 基业长 A到A家 对对对 那他今年不出了一本 有点像Condense 天下出的叫 很久修炼的 很久卓越的修炼 那他就是把他过去的几个书 的精华 有点 濃缩在一起 那他就讲说领导人 应该要照忠 不要暴食 照忠不要暴食 就是你要 你要view那个忠 忠 而不是只是在面 好像 不姑娘是不是 出来 讲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那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影响蛮大的 这是什么意思 照忠跟暴食 照忠就是一个长期的 就是这个忠是可以 last thing forever 你不在的时候 这个忠还在 OK 那你那个暴食的话 你那边暴食 你走了就 没有人暴了 对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短期跟长期 你要看的是长的 他也不是说 你不能暴食 只是说 你应该以照忠为主 帮公司留下系统 留下heritage 留下reputation 或做一些 对公司长期有益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短暂的 为了达成目标 而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 对我影响 影响蛮多的 因为 不管是赵宗暴食 或者是刚刚讲 那个俄罗斯娃娃 其实他 他某程度上都跟 人才的 对 培养有关 培养人才 怎么找到 优秀的人才 这件事有关 那你自己觉得 就我一直很好奇 尤其是 到很高阶主管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 对于看人这件事情 是有变更准呢 还是觉得 其实 好像也很难讲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问题蛮好的 我第一次有人 问我这个问题 就说 其实我觉得 看人这件事情 很难说得准 那我以前 在公司那时候 早期 常常要参与 看人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他们常常讲说 现在看人超准的 我后来就 不太确定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人太多样性 然后有时候 你看不准 他其实 他做得很好 有时候是一个 一个赌嘛 就是说 你这个人 比方说我用过 我记得 我当时用过 那个 立牌重力 用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觉得 他精神不积啊 然后那个 就是说 觉得他做不了太久 因为 因为不太确定 他的那个坚韧度 怎么样 后来他做得很好 他是策略长 对不对 出了一本 这几年出了一本 畅销书 那个人叫叶明贵 也是我第一任的AE吧 他后来转做策略 他当时就是 大家都不看好 那我等于是 唯一让他进来 所以那个主管就说 那这个人 既然是Shanan 你highly推荐 那就到你的部门去 他就压力好大 好好好 那就变成说 你要训练这个人 可是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到 会不会看人 我觉得 现在大部分 都是大家集体在看 就是说 我们避免说 一个人的看法去做 然后也希望公司更多元 所以我刚刚举例说 我那个 我另外一个创办人 他看人这么宽 对不对 我也从他身上学了很多的学习 我觉得有时候 人才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挖掘他的时候 可能他不见得适合那个位置 可是你后来发现 他有其他的长处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比较敢讲 就是说 我会把对的人 放在对的位置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people business 我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觉得 对人 就是你要给任何人 更多的机会 不是只有second chance 你要给他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对人可以更 就是说得理的时候 你应该放下 我也不会用得理不饶人 这种事情 而是说你知道你对 你知道你讲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你把这个道理说了 你就 也许他不同意 你自己应该放下 然后move on 这是我另外一个学习 另外一个学习是什么呢 我有记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要理所当然 就是我们在看人的时候 就是说 对人的事情 不要理所当然 因为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太理所当然 你会有一点意外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是 比方说 你觉得他 他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我过去常常会这样 就觉得 他应该是一个 会重视人 会在乎部署的感觉 会干嘛 或者是说 他没有那么功利 对吧 但后来他做出来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 我后来就觉得 你也有看走脸的时候 就每一个人可能在 不同的生命阶段 他会变的 所以我才说 也不一定要理所当然 觉得这个人 就是一直这样 OK 我刚刚在想的是 可能有点类似 就是会不会说 你会不会有时候 就是你会用一种 你讲理所当然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就是说 一厢情愿 就是 有可能 就是 我觉得 这个蛮好的 因为我 我有一阵子也觉得 我自己太浪漫 就对人的 想法太浪漫 就是说 我会 有一点 wishful thinking 对英文这个表达 更好 就是说你会 浪漫化 把这个人 因为他过去的话 你就觉得 他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对对对 或者对自己也是嘛 那通常浪漫化 对感情最常常 对不对 那我觉得对人才也会 就是说 你会觉得 他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可是他有一天 跌破眼镜的时候 你就会 好像很失望 或很受伤 就我讲的 不要太理所当然 那另外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发生过 就是你会 有一点 看到他某些特质 或某些 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自己 想象说 他应该可以 做什么事情 或者他 未来可以 做到什么事情 这很正常 会会会 讲一个 我记得 我们以前 应该是90年代 来了一个荷兰的人 Dutch Dutch跟我们这个汉族 有点像 他很重视家庭 然后他是业务 他是负责业务 那我那时候是副总经理 就业务 等于是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负责业务 所以他等于对我报告 他从荷兰来 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在聊天 他带了 他是在国外部 就带了几个人 他就在跟我 跟我讲 说现在 你觉得这个人将来会怎么 那个人将来会怎么 这个人将来会怎么 那我们就这样猜 对 不是这样猜 就推测 推测 然后看他表现 我们互相交换意见 对 后来 我记得 后来很多年之后 我们在荷兰碰到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艳吧 他叫艳 我说艳你记不记得 我们当年在讲谁谁谁 有三个吧 他说对啊 他记得啊 他说后来也真如 就是我也有对 他也有对的地方 就是这三个人不同的发展 我不太适合讲谁了 对不对 但是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反正你有时候会 会去想他 可能将来会怎么样啊 因为你关心他嘛 对 我想我们的主管也会去讲说 我告诉你啊 他以前就怎样啊 或者说我们发生事情以后 就说告诉你 我早就知道 这个人会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揣测嘛 对不对 对 你都是要事实去证明啊 对 所以在这个看人的 或者说找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这样回想起来 有没有什么特质 或者是一些关键点 他还真的可能是 你特别在意 或者是你会觉得 这真的很重要 重要到别人可能说 他再怎么好 你可能还是会非常犹豫 我其实还蛮在意 操守的 操守 可是这个事情 不会有人在面试的时候 跟你讲说 我操守超级 糟糕 我会牵手制刀 这种事情 我懂 我讲操守可能太重了 我觉得会讲 会看他的品格吧 品格 那品格当然你可以从很多事情去看 比方说我们以前常常会问一些人生的 就他有碰过什么挫折啊 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他认为他的成就感是怎么样 反正你就是从那个叫从旁敲彻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总是会找出一些端逆嘛 就有点像福尔摩斯啊 就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 就他的character大概会是怎么样 那当然年轻的人 你很难说他嘛 如果在职场上很多很多 做了很多事的人 大概你问一问 通常都很清楚 尤其现在有google 对对 早期还没有google 现在有google 你大概你做什么事情 都会留下一些痕迹 当然你自己要判断 对 是不是也让他 有机会去表达 他自己这边的故事嘛 那年轻人就 我觉得就是看 然后试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try period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去看 因为有时候你看得很好的 但他真正工作的时候 他可能不行 对 所以你大概都会有三个月的 一个尝试的时间 对 OK 赏尾棋吧 赏尾棋 好 那几十年工作经验 那当然就是从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很多鸡婆啊 然后你想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那 我比较积极一点 积极 OK 这个比较好听一点 对 因为我之前在写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多人都 包含我自己也会被问到说 你怎么样工作生活平衡之类的 我其实不太 我不太喜欢讲这个词 但我不知道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人家可能很常问你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告诉我他不喜欢这个 我跟你拍high five 我自己觉得这是个假议题 我在书上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认为 尤其像我们这种创意设计行业 你说工作生活平衡 这件事情 我觉得聪明的人自己会想一个方法去平衡 而且平衡 看你是怎么样去define平衡 对吧 那我自己也认为说 其实你工作不愉快 你生活大概也好不到哪去 你生活不愉快 用工作来弥补 对吧 很多男人是这样的吧 对 我该 然后就会有很多副作用 对吧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它应该是一个正向循环 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快乐的工作 不要因为钱而去工作 通常为钱工作 大家都不会太幸福了 然后呢 在生活上 你自己去定义你的平衡 就说你可能不是用量来看 而是用值 对吧 因为究竟我们 工作时间长 对 我们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 所以你很难用量去做这个平衡 所以你用值来做平衡 还有一个就说 你也可以好好的 应该休假就休假 应该放松就放松 应该让自己休息就休息 我觉得 然后当然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是厘清你的价值观 比方说你的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在意的地方 对 你在意的地方 比方说我的家人 我哥哥就是喜欢 从小就喜欢当那个陶渊明 对吧 那他的妹妹就不是这样 他妹妹就是 对吧 就积极进去到不行的这种 但是我哥哥也活得很开心 也很愉快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个性 所以如果厘清这个你的价值观 我觉得比较不会有遗憾 然后比较不会有这些 不要背这句话 我觉得工作生活平衡 绑架了好多人 对不对 这句话一出来 然后好像天条 对 我们要追求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要下班了 对 没有必要嘛 你自己搞清楚这些东西 然后不要被这句话绑架一辈子 这是我对大家的建议 在刚刚有突然提到书这件事情 书是这个广告女王在想啥这本书 这个是在 谢谢你提到这本书 夏天的时候 我差点都忘 觉得你忘了这本书 我没有忘这本书 只是因为应该说我们提到很多事情 在书里面都多多少少有提到 对 但这个书里面 我特别抓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说 你说给年轻的自己的时候 会有五个提醒 更谦虚 更开放 更自在 更积极 更创新 是 为什么你那时候 就是列了这五个 那你觉得有什么事 因为刚刚给第一次当主管年轻人 其实刚刚聊过了 但这五个点当中 为什么是这五个点 你觉得那时候 你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脑中那时候浮现出来的是什么 会让你写下了这五个点 我在写这个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推到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觉得 我可能谦虚不够 为什么 我常常会去冒犯主管 但这个跟谦虚好像不是 你冒犯不一定积极 不是说我那时候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那个大老板 应该不是只有主管 大老板 就是反正一路往上 通通通都会 对对对 就那个很大的老板 然后我就觉得 他的一些看法 我不太同意 然后老板就会把我找去 训化一顿 我就会 呛回去 呛回去 对 好大的担子 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老板 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种小AE做的事情 就让我们执行就好了 有点强 对 他那个脸都快白了 对 我再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以前也讲话也 也 比较冲一点 很冲 然后也直接 然后反应比现在快 所以就有时候很sharp 所以我应该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当时可以更 谦虚 谦虫一点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学习 那可以更创新 当然就是说 当时可以应该 比方说我在澳门中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 Digital Acceleration的一个中心 数位加数 去也提数的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我参与的不够多 如果说当时能够 那当然也跟时间有关系 就是说我怎么样 可以更运用这些科技 去了解科技的话 说不定现在对我更有帮助 是 OK 不过有些时候 很多东西有点冲突 更谦虚跟更积极 就是也是要去拿捏 就是说对长辈的时候 你要稍微谦虚一点 这个给小朋友建议 对长辈的时候稍微谦虚一点 对你将来比较有帮助 不会像我现在 要什么都靠 没有啦 我开玩笑 OK 好 我觉得最后我们讲一下 这个现在这个共享联盟 感谢你也提到这个公司 对 共享联盟是 现在是我的baby 对 是创业的一个公司 对 那你怎么想到这个公司 然后你觉得自己在创业跟过往 就是你服务很多大公司 跨国公司 你觉得什么样不一样 其实我从小就有创业的那个基因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一开始是做贸易 其实贸易学问也很深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好我来做贸易 我就跟爸爸借了钱 登记的公司 就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叫Shanay International 那叫香农国际贸易公司 这么早就创业 然后就去海外版登报纸吧 因为那时候对华侨嘛 我想华侨可能有一些要买东西啊 干嘛干嘛 跟爸爸借了钱 然后就把那个广告 就是 可是没有商业模式啦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你要request什么 然后我就来找 然后给你报价 可是没有想清楚说 本来我到底是以什么类为主啊 这样 就是现在的话 就没有商业模式烧钱了结 爸爸那个钱我也没还了 但是我就有那个公司的名字 叫Shanay International OK 后来第二次就是 台湾澳美创立的时候 那台湾澳美的前身 其实叫国泰建业 那当年刚好实性危机嘛 所以 唯一的受益者就是澳美 那我们这几个资深的人员 就把澳美引进来 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合资的关系 对 那也是一个 一个hybrid的一个创业啦 因为我们要从头创起嘛 没有人知道澳美是什么 对 这个品牌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金融危机的时候 在大陆吧 那我们几个资深的这些领导人 就等我的direct report 好几个外国人 然后大家就很生气啊 因为那时候 那个金融海啸 就是我们 我们本土的business做得很好 可是overseed的 这些international客户都大砍 那个叫 那个海奔 那个什么三奔市 那个预算全部砍掉 所以那个gap变好大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弥补 然后还被那个 我们亚太区的主管 说我们没有 我们成长的不够多 我在想 那你要我们怎么样 然后那个成长 那个local business 那个成长是上百吧 几百percent的呢 但是还是补不了那个缺口 海外的 所以大家有一天聚在一起就吃饭 然后不知道谁讲 说 怎么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创业 是 我们就在大陆创个业 我现在名字呢 我说名字就叫美奥 这个算提 这个是有点笑话 不过那时候真的 大家有点动气说 那我们与其一直在为人做嫁妆 那我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创业 对 那第一次创业就是 共享 共享 那共享我觉得 说实在 是意外 就是帮年轻人创业 因为我发现 当时我要 还没离开的时候 就有几个 平常跟我有作业的人 他们就是要各奔东西 而且还是东西 就是不是在一起 他们有的要做什么地方创生 有的要换一个 换跑道 还不确定是哪一个跑道 另外一个就说 他要到小一点的公司去 压力比较小 那我觉得至少有三个人 我就说 那你们是不是 如果你们都还是想做这个行业 为什么你们不聚在一起 那当然大家面有男生 有年轻人 所以他们没有资金 我说 我们这个不是heavy capital 我们这个是主要是人才 我说那这样好了 我帮你们组这个公司 但你们都要有股份 OK 然后我就找了 另外这些中生代 就是跟我在中国比较有关系 但也都台湾出去的 那我看他们都在游山玩水 我就说 你们大家来 我来帮助年轻人 OK 然后我又怕说 我的 因为我离开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台湾的人脉不够 所以我就又找了我的这些好朋友 然后就说 我们大家一起 因为钱也不是太多 对不对 我说这个行业本来就不是heavy capital 主要是talent 那我觉得这些人 我看到他们的talent 然后都是一群聪明的人 然后都是digital base 这个也是现在需求的 那我说你们如果分散 我说现在打群架了 没有人在单独打 单独打的 对不对 那你们每一个又不是名人 就有些名设计师 他可能靠他一个人 就可以把公司弄 我说你们也不是 所以我们就 我说我来汇集 然后把这个平台建立起来 那共享是我想的 共享联盟 这几个字是我想的 Code Thinker 是我们的里面的创意总监想的 是 然后我就赶快去登记网域 我运气多好 一上去然后这名字就被我登记下来 所以也没有TW 所以它是CodeThinker.com CodeThinker.com OK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它就是一个digital base的 整合行销传播公司 OK 所以你也有人就说 哦就是广告公司 我说其实也不完全 对 因为我们现在也希望尝试做一些 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就 今天就在谈一个个人品牌 就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品牌理论 去帮一个个人 然后去发挥他的影响力 或者是说我们也帮一些艺术节 或者是说一些文创的东西 对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OK 好 最后一个发现很后面 但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说不知道在哪里看到 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 会念心经 是在这里面 是这个说你没提到的吗 我这上面有记 OKOK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也有提过 对 这个跑步的时候 读心经 或说就是想念心经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有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 起心动念 对 有什么帮助 其实我最早 念心经这件事情是 应该是我有一年 我坚决盘突出开道 在台大医院 然后那个我的 我家人吧 我亲爱的哥哥妹妹 就送了我一本那个心经 还有好像金刚经 还有很漂亮的经书 他们觉得说你要去病房嘛 就希望有个保护 因为我家族是佛教 是 那我就带去 之前没有读过 我之前没读过 当然听过心经 但是我没有 自己读 没有那么 那么 那么去特别花心思去 然后他们给我的这本书之后 我就放在我的那个病床旁边嘛 一方面也安心了 对 然后我开刀完都还好 我开了两次刀 同一个是同一个 同一个事件 但我们就不戏谈 反正就开了两次刀 第二次开刀的时候 很痛苦 很痛很痛 对 然后我都趴着 后来我就开始 除了念那个 那个侦探小说之外 我就把心经拿出来 早上我就读 就是我 因为我早上 开刀的时候 其实第一次开刀 我就在那个台大的 那个阳台的那个花园 我就会稍微 稍微背一下 对 但没有那么 那么就是 看一看 可是我第二次开刀的时候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把那个心经背起来 然后后来我就干脆 就每天早上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蛮好的 后来刚好碰到一个朋友 他是天主教徒 是 他在王念词 反正那个也是个好朋友 他就运动 他就说他是走路啦 他不是跑步 他走路 他就念他的玫瑰经 OK 我觉得这个idea不错啊 因为走路跟跑步 其实说实在 跑步是很无聊的 是一个运动 因为一个人 然后我运动又不喜欢呼朋一半 所以通常是一个人 但是呢 你会胡思乱想 对 那我当时在 在也开始做总经理的时候 就是说 常常脑袋有很多事情 没办法放空 那我只觉得 诶 念心经让我有个专注 就我来 我把它背起来以后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它的意思 也让我比较有正念 就是比较正面的意念 然后也也不会想歪 有时候想想想会有点悲观 或者是说伤感或什么 诶 那我念心经以后 让我自己变得更 本来就很积极了 就是可是更乐观 更乐观 对 OK 所以我就一直到现在 就我几乎 除非那天没运动 但就会怪怪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 大概都会流一点汗 然后心经陪着我流汗 对 就是运动的时候 就念心经 我运动就会念心经 OK 大概都早上 是 下次可以试试看 听我们的节目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先来 来 玛丽欧平你喝一杯 那我们谈了非常多 跟管理有关的事情 是 也跟我们分享很多经验 然后当然 从年轻到 这个后来很资深 甚至总经理 董事长的时候 想法跟做法 当然可以 很大不太一样 不过最重要还是要买书来看 买书 广告女王在想下 这个书 应该卖得很好吧 不知道 在努力中 需要大家的支持 对 我在里面也学到了蛮多 然后就是一篇一篇的专栏 有蛮多的想法 在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许娜 也希望你听得下来 谢谢玛丽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